可以養顏美容變漂亮喔 好難喔 這時候只難 一直一直吃 主持有熱量 可是又怕變怕 呼叫竹竹 竹竹竹竹 有沒有那種 可以讓我吃的營養 不用怕變胖 最好還可以養顏美容啊 增加氣色循環 的那種變漂亮的料理 有嗎 有吧 的確小玩通常是 全年度最冷的一個節氣 容易胃口大開 很多人都喜歡吃火鍋 麻辣火鍋 但一個不小心 腸胃道脹氣就跟著來了 今天就來教大家做一道 解油膩促進消化的熱湯 洛神冬筍雞湯 請先準備好食材及調味品 份量可供四到五人食用 首先 我們將準備二十公克的洛神花 放入水中 浸泡十到十五分鐘 願為你抱 洛神花 顏色好美喔 洛神花有後山紅寶石的美稱 它富含抗氧化成分 可以幫助身體抵抗發炎 對眼睛保健也有很大的益處 我們將筍子去殼 之後切成塊狀 因為我們這個季節的筍子 原則上都是冬筍比較多 筍子本身它是會有苦澀味 所以煮筍子的時候 建議大家是用冷水去煮 不要用熱水 原來筍子要以冷水開始煮 才不會苦啊 水滾之後我們將我們準備的雞肉 汆燙去血水 雞肉含豐富的優質蛋白質 氨基酸礦物質 人體易吸收 是小氨時節最適合進補 且最容易烹煮的食材 汆燙好洗淨的雞肉 我們把它放入鍋中 然後依序放入我們的竹筍 香菇以及我們的洛神花 只要先取它的洛神花水 然後米酒 通常我們在燉雞湯 或者是在燉湯當中 鹽巴最後才下 先加洛神花水 花不要放 鹽巴也不要放 筆記一下 食材本身像洛神花它是偏酸 然後竹筍它有偏苦澀 雞肉它有雞肉的那個肉蛋白質 煮到最後會甜 那如果你鹽巴太早放的話 第一它的雞肉會較容易裁掉 然後第二 容易把所有食材的苦澀帶出來 到最後你調味不好調味 突然覺得認真做菜的男人 真有魅力啊 我們今天使用的方法是 直接瓦斯爐加熱燉煮 在外面不好用明火的時候 我們可以使用大銅電鍋 外面加兩杯半的水 然後燉煮的時間 約60分到75分 這集好多小配包喔 學起來 大概烹調60分到75分的時候 我們再放入我們的洛神花 再將火關掉 讓它浸泡約10分鐘 洛神花通常都拿來當飲品喝 真的沒看過加在雞湯裡面 那這道養顏美容 非常健康又養生的料理就完成囉 是不是很簡單 趕快跟著我一起做 你們看這個湯的顏色好特別喔 是紫色的耶 趕快來喝看看 我第一次喝有加洛神的雞湯耶 洛神酸酸甜甜的 反而能夠中和雞湯的油膩 而且洛神花是非常好的天然保健食品 不僅能夠幫助消化 還可以養顏美容變漂亮喔 來吃這個筍子 加了洛神酸酸甜甜的 而且完全不會苦喔 超好吃煮得好嫩喔 再來吃一個香菇 香菇雞湯的味道非常的香 感謝主廚幫我實現了 不想變胖但是又能吃的營養 變漂亮的願望 我是台東縣原住民 產業拓展文化傳承發展協會 我們是在台東縣的金楓香 它素有洛神花之香 那過去其實我們都是用來泡茶 或者是做蜜餞 那現在很多的衍生商品 包含了洛神香草茶跟我們的果醬 洛神花它具有我們的花青素 維生素C 也有我們的看氧化 吃了之後呢 其實它有一些抑制我們心血管疾病 跟我們的美容或者是看老一些作用 那目前還是以我們的 台東縣金楓香的小米學堂 為主要的販售點 為主要的販售點 穿了應傳鬆 卵tit進通 台東縣金楓馬 我們使用 的販售點 這是 火質疑 西朝 走 警察